因为根据那个陈以信委员 因为他目前还是民主基金会董事 他所提供给我的资料 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补助相关的一些民间的团体里面 有很多都是绿油油 像游锡坤他自己担任董事长 但是呢他担任创办人的养山基金会 就拿到50万元的补助 那他自己儿子所主持的 另外一个首牵手基金会 也一样拿到几十万的补助 那我们都觉得这样是这个补助内举不必写 还不必清 而且呢你翻开很多的这个补助相关的内容 真的都是一片绿油油 这里面还包含林飞凡的这个前进岛国 以及就是现在的新科立委的沈柏阳 他这个跟他渊源深厚的相关的这些团体 组织都拿到补助 所以我严重的质疑 民主基金会在整个民进党的主政下 是变成绿油油的一个小金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